明朝峨眉山附近的一位小木匠 干活期间被主家三次羞辱 于是他偷偷使用了鲁班淑下卷的禁术 在防网之下放了三样东西 引得主家霉运连连 大家好,我是大胖 今天给各位说一个民间流传甚广的 明朝的一位木匠的故事 非话不多说 在明朝的红武年间 也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执政那会儿 四川的峨眉山附近 有一名叫张大柱的男子 家中小儿方才两岁 他心里想着 等儿子再大一些 得送他去上学 可不能跟自己一样 没文化也没出息 有了这个念头之后呢 别的不说 那得赶紧努力赚钱呀 不然学费都交不起 可思来想去 总没有什么好的门路 虽然自己学过三年木匠 这也确实是个赚钱手艺 但当地是木匠之乡 干木匠的人颇多 一般人家找木匠干活 也大多会选择年龄烧大些的老木匠 干起活来也比较放心 张大柱呢 则因为太年轻 能接到的活 很少也比较小 长此以往 根本存不下来钱 他思索了一夜后 跟妻子说道 要不我外出跑远些 到别的乡镇找木匠活儿干 外地人不识的我 也不知道我的年龄 我谎报须长个几岁 别人大概也瞧不出 心许 接的活能多些 倘若是有幸 遇到富贵人家 我本身手艺也不差 干好了活 地主老财一高兴 光打赏 就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说到这里 妻子的脸上 不由露出了担忧的神情 娘子不必忧心 我都计划好了 村东途的陈大叔 在镇上的车马行赶车 时常要帮人送货去成都府 为父平日里 跟陈大叔颇有交情 索性就随着他的车 去成都府碰一碰运气 路上倒也是安全 张大叔的爹娘听后 倒挺支持他的想法 年轻人嘛 出去闯一闯也好 家中的事情不必烦忧 我们二郎会帮着照顾 你就放心大胆的去闯 五天后 张大叔顺利的 搭着陈大叔的马车 来到了成都府 陈大叔把货送到店铺后 便随口问那店小二 这附近 有没有人要打造家具 我这个同乡 看着虽然年轻 手艺却是好得很 说来也巧 这店铺本就是卖杂货的 此时刚好有一个中年男子 在柜台结账 他听后转过头来 上下打量了张大叔一番 眼珠子一转 脸上就露出了热情的笑容 哈 两位是外乡来的吧 咱们本地人都有相熟的人家 不会跑到这店铺来招活计的 话说这中年男子呢 名叫李金虎 刚巧 他的儿子要订婚 家里准备换上一批新家具 眼下正着手打算找木匠 李金虎接着说道 这样吧 我给你出一两银子的工钱 你到我家来帮忙忙 若是家具打得好 结工钱时 再多给你几十文 也都好说 不知你可否愿意干 张大叔一听 很是欢喜 要不说是大地方呢 这一两银子的工钱 跟过往相下的比 可高多了 当即便答应了下来 可他却不知道 这李金虎的为人 最是吝啬满肚子的坏水 这一去 算是上了他的当 刚开工的第一天 张大叔就很卖力的干活 做得也很仔细 一心只希望 能给主家留下个好印象 也顺道在成都府 打下一个好名头 为了不耽搁时间 李金虎把一间偏房收拾了出来 让给张大柱休息食用 可万万没想到 到了中午饭点 李家就给了张大柱一个馒头 但张大柱为人实诚 也没多想 硬撑了一下午 心想着晚上多吃些也就罢了 当晚李家居然做了满满一盆酸菜鱼 饥饿难耐的张大柱很是欢喜 连忙夹了一筷子吃了起来 可谁知这鱼肉刚一入口 他很快就吐了出来 哇里哥去 这鱼竟然是臭的 也不知道是从哪捡回来的 张大柱叹了一口气 只得往发黄的米饭中 倒了一点水 将就着应付一顿 其实从饭菜的事情上 便能看出 李家人很不厚道 但张大柱想到儿子将来的学费 还是决定坚持干完这一单活 既然李家的饭菜吃不饱 索性就自己买一些烧饼充充鸡 也花不了多少钱 次日一大早 张大柱便来到附近街上买烧饼 当他走过一处卖鱼的摊子时 只听那个鱼摊老板 对着卖菜的一个老者说道 这李金虎 昨日来我这买了一条臭鱼 那鱼原本是要扔掉的 他非要花一文钱买了回去 说是喂自家的猫 我一听既是如此 也就卖鱼了他 谁知今日花大姐来买鱼时 却说是他家请了一个木匠 那条臭鱼就是做给木匠吃的 后来李金虎的婆娘 还跟花大姐炫耀 花大姐好奇之下问我 我才知道了那条臭鱼的去处 估计那木匠是外地来的 不知道李家人的秉性 这家为人最是小气 特别爱占便宜 就怕呀 他最后连工钱都会苛扣不给人家呢 旁边的张大柱一听此言 心中不由的咯噔一下 倘若真是如此 自己岂不是要白忙活一场 但他仍旧决定 再观察两天看看 若实在不行 这活不干也罢 这天又到了晚饭时 李家给张大柱上了一大盆子肉菜 看上去倒也是色香味俱全 但奇怪的是 里面鸡鱼肉蛋样样不缺 活脱脱一盆大杂会儿 张大柱回想起 白天听到的话 就留了个心眼 决定先不吃这些肉 于是偷偷的把这道菜倒进了茅厕中 说来也巧 他刚从茅厕出来 便看到李金虎开门外出 他心中一沉思 便悄悄的跟在后面 约摸走了小半个时辰 只见李金虎去到了一处 极热闹的客栈后门 客栈的大堂上 坐满了往来行商的客人 李金虎站在后门等了一会儿 便有一个店小二走了出来 只见他将一包剩菜递给了李金虎 收了一文钱后 又回到了店里帮货 客栈的生意很好 则有一些富贵人家 吃剩下的饭菜 掌柜的平时 一般是把这些剩饭剩菜 施舍给附近的乞丐 如今李金虎愿意花一文钱买去 店小二便偷偷卖于了他 张大柱想起刚才那一盆大杂会 又看了看热闹的客栈 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不过这件事他并没有点破 悄悄的返回了李家 准备见机行事 果然在第三天的晚上 李家又端上了一盆大杂会肉菜 张大柱不免有些生气 自己来李家干活 方才三日就受了他们家三次羞辱 其实来说 张大柱本也不求大鱼大肉 只要能安稳的把活做完 赚得到一两银子即可 李家便是给他顿顿都是素菜 只要是干净的 他也毫无怨言 可这李金虎为何要如此戏弄自己呢 难道只是因为好面子 却又舍不得花钱 当天夜里 张大柱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 怎么也想不通 李家人到底为何要对自己如此 辗转到半夜方才睡去 如此忍气吞声了几日 一天的早上 张大柱向李金虎告了个假 原来今天是陈大叔送货到成都府的日子 他想找陈大叔商量一些事情 还是在先前那一家杂货铺中 张大柱把自己在李家的经历 一一说与陈大叔听 陈大叔本就时常在外奔走 各式各样的人见得多了 他听后沉思了一会儿 叹气道 大柱啊 也怪大叔没帮你打探好主家性情 这李金虎必是一个小气吝啬之人 他之所以要花费心思给你上肉菜 装作很大方 想来是打算苛扣你的工钱 当初虽然说好了是一两银子的工钱 照咱们老家的规矩 木家干活离得远一些的都会包住宿饭菜 可这里是成都府 与乡下的规矩有所不同 你和李家只是口头约定 并没有定下契约 又没有经过中间人介绍担保 到期完工之时 他要说扣你住宿和饭菜的钱 咱们也是毫无办法的 不然他缘合要大费周章的 给你上那肉菜 张大柱一听 觉得在李如此一来 李金虎的这般折腾也就都说得通了 那既然如此 带他回去之后 试一试他便知 否则再干下去也是白干 想到此处 张大柱便匆匆回到了李家 进门之后 张大柱找到李金虎 面带焦急的说 李东家 不知这工钱能否预支一些给我 我家孩儿欠先生的学费 还没交上 如今先生已经催了好几次 实在不好再推迟下去 我估摸着这十多日来 工钱也有个几十文了 这不就厚着脸皮来跟东家求助 其实张大柱的孩子才刚两岁 根本也就没上学 他这一番话目的只是要试探一下李金虎的态度 果不其然 李金虎听后 原本还挺和蔼的脸色 立马就沉了下来 你这个小木匠还真是好高骛远 是钱 拿什么值钱 你还欠着我们家钱嘞 张大柱一听 顿时就火了 我又不从借过东家钱财 你为何如此说话 当下便追问了起来 李金虎原本还因为自己说漏了嘴 感到懊恼不已 正想着转移话题搪塞过去 可谁知张大柱就是不肯轻易罢休 摆明了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李金虎眼见已经遮掩不住 也就懒得再装下去 晾这个外乡人也翻不起什么风浪 当下就给张大柱细细算来 你在我家吃住了十多日 这些费用是要你自己付的 我当初可没说过要包你吃住 一一算将下来 可不吗 干活的张大柱 反倒欠了李金虎十文钱 只听李金虎悠然说道 我看你也怪可怜了 这十文钱就给你免去了 不过却万万不可再提工钱的事 咱家可不欠你一文的工钱 看着李金虎无赖的嘴脸 张大柱颇感无奈 心里想着如此争执下去 哪怕打他一顿也根本毫无意义 要怪就怪自己当初大义了 错把豺狼当成了好人 想到这儿 他抓住李金虎肩膀的右手 失落的缩了回来 可李金虎万万没想到 就在这争执的期间 张大柱扯下了几根他的头发 起初他还以为张大柱要打人 心中有些紧张 倒是忽略了头上的那一点痛痛 只见张大柱脸上表现出 十分无奈的表情 开口说道 罢了罢了 只怪我当初没跟你定下契约 不过你家那柜子还差一点才能完工 我这会儿离去还得住到客栈 不免又得多花钱 这样我今天帮东家 把柜子全部打好 你容我再住一晚 明日一早便走 不知李东家意下如何 李金虎一听 顿时就乐了 这世间真有此等老实的人 当下便满口答应了下来 话说张大柱真就那么的傻吗 其实不然 他之所以这样做法 是因为他想用晚上的时间做一件事 小小的惩罚一下这个老狐狸 想来大家也都知道 鲁班书在各朝各代大多是禁书 原因就是其下卷 记载了不少骇人的法门 而张大柱呢 曾跟师父学得下卷的三五种法门 如今便是要使用这鲁班禁书 到的夜晚 张大柱趁李家人熟睡 悄悄到锅炉房 剪了三块煤炭 回房后 只见他将煤块搬成拇指大小 然后将李金虎的头发拿出 一圈一圈的缠绕齐上 没一会儿 三个缠满头发的煤块就弄好了 张大柱轻轻的打开房门 把院中的一架小木梯搬进了屋内 架好梯子后 张大柱把三枚缠绕了头发丝的煤块 悄悄压在了屋顶的一处瓦片下面 至此 这竖法算是彻底完成 一夜相安无化 待得天亮之后 看着张大柱离去的背影 李金虎的老婆和儿子都称赞李金虎能干 一分工钱没花 打了好几件全新的家具 一家人的心中都乐开了花 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这次是偷鸡不成十把米 三道霉运很快就会降到他们家身上 就在当天的下午时分 李家讲的大黑猫突然跟发了疯似的 直接把李金虎的右手狠狠抓了三下 随后就翻墙逃走了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过李家 为何会如此呢 其实正是源自于李家人的小气 有时候大黑猫抓不到老鼠 哪怕是饿得要喵叫 李家人从来都不于理睬 在前几日 大黑猫见李金虎买了条臭鱼回来 原本以为是给他吃的 可谁知竟然做给了木匠吃 一想到这里 大黑猫就气不打一出来 就在今日不知怎么的 居然鬼使神差的冲上去对着李金虎一顿挠 挠完之后 大黑猫清楚的知道 估计会被活活打死 索性就翻了墙跑路了 从此做一只流浪猫 而当事人李金虎自然是痛得哇哇叫 他的吝啬那是对着别人 眼看自己的手被抓伤 赶忙就到药铺去抓药 光药费就花了八百文钱 李金虎原本在一家米铺做账房先生 凭着小气的本性账也倒还算得清楚 颇得米铺老板的看重 如今右手被抓伤 根本没办法拿笔 只得休息了几日 这一翻下来又被扣了五百文的工钱 到得李金虎受伤痊愈之后 干活更是勤快 心里想着 得把这几日扣去的工钱 加班补回来 可谁知 人算不如天算 他又沾上了一件倒霉的事 某一日 李金虎出门逛夜市 在经过一处人少的胡同时 突然被人蒙上了麻袋 狠狠的揍了一顿 等那几人走之后 李金虎扯下身上麻袋 脚步踮腔的跑回了家 家中妻儿一看 不由倒吸一口凉气 只见李金虎被打得鼻青脸肿 差点都认不出来 次日到医馆检查后 大夫说 倒也没什么大案 只是一些皮肉伤 好好休养十多天也就好了 没得办法 李金虎只得又跟东架请假 可如此一来 又损失了几百万工钱 可能有的朋友会问 是谁打的李金虎呢 为何要打他呢 原来打他的人 正是当地的几名乞丐 李金虎上次到客栈 买剩菜的时候 恰巧被乞丐们撞到 往日那些剩菜 都是施舍给他们的 可这李金虎偏偏要花一文钱买了去 害得他们呀 那几日经常吃不饱 碰巧 今日看见李金虎独自一人逛夜市 按理说 他们也不敢怕人 可不知怎的 吴明虎愈拱愈大 几人商量一番后 找了个破麻袋 套在李金虎头上 上前一顿拳打脚蹄 这其中原由 各位是听得明白 可李金虎不知道呀 接连遇到祸端 李金虎的心中 也不由的胡思乱想起来 再也不敢夜里一个人出门 他的老婆赵氏 眼见丈夫连走霉运 隔天买菜的时候 特地来到一个算命老道的摊位前 让他帮忙补一补急凶 老道掐指算了一番后 便急 知道了前因后果 笑着开口说 你家相公 这段时间之所以 霉运缠身 是遭人迫害 频道算出 他要连续遭遇三次霉运 如今听你说来 他已经历了两次 那么就只剩最后一次了 不过你们也无需担心 这霉运只是损失一些钱财 受一些皮外伤 却并非是大灾大难 赵氏一听 可心疼坏了 他心疼的却不是丈夫 他心想 这刚倒没了两次 就花了将近二两银子 若再倒一次霉 谁知道还要花多少钱 于是便请道长帮忙破解 可道长却说 频道帮忙破解 没问题 却也是要收钱的 少于五两银子 这事成不了 赵氏一听 这么贵 随即就打消了念头 心中暗道 相公啊 反正你已经倒霉两次了 也不差着最后一次 稍微忍耐一下 便扛了过去 我也是为了咱们家着想 你莫要乖我哟 道长看着赵氏走远的背影 不由的哈哈大笑 俗话说得好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多年夫妻之情 却也抵不过五两银子 道长作为修行之人 明知道李金虎倒霉的原因 却为何不直接点破呢 只因他对这一家人 故意呵护别人的工钱 很是看不起 而那小木匠 用鲁班术也很有分寸 只是略失小成 伤不了李家的金骨 李金虎做账房先生的收入 一年少说 也有二十两文银 并非付不起工钱 只是总想着 占别人便宜罢了 受这三次惩罚 倒也是罪有应得 话说李金虎的老婆 回到家户 绝口不提道长的事情 李金虎也就更加不知道 还有化解的办法 更不知道 还有着一道霉运 在等着自己 转眼间又过了十多日 李金虎二次受的伤 也已痊愈 赶忙去米铺上工 免得时间长了 东家对自己有意见 可就在他走到街上的时候 正巧遇到了 本地知府的公子 从城外打猎回来 一群家丁 抬着许多猎物 穿接而过 此时的路两边 已经站满了 看热闹的行人 李金虎看了眼日头 时间还早 也就跟着一起 站在路边围观起来 可他没想到的是 这一看竟又给自己 惹来了麻烦事 知府家的公子 养了一只猎鹰 在打猎的时候 常常带着一起出去 此刻那猎鹰 正站在一个随从的肩膀上 因为猎鹰被训得熟了 脚上也就没绑绳子 往日进出城门时候 也从来没有伤过人 可谁知今日 就偏偏出了意外 当猎鹰经过李金虎身旁的时候 突然转过头盯着他看 只看到李金虎浑身发毛 转身便要离开 可谁知猎鹰突然就飞了过来 朝着李金虎的右手猛抓了一下 随后就又飞到随从的肩膀上站着 这一下 就连围观的群众也都被吓得大惊 纷纷四散开来 远远离开李金虎 只剩下他一个人呆呆站在那里 接受大家的注视 再来看着知府的公子 却也颇有心机 他先是向李金虎表示了歉意 后来一看是轻伤便放下心来 吩咐身边的随从 取了一两银子 赔给李金虎做医药费 并对着围观的众人说道 我这只猎鹰 非常的有灵性 往日常常带着他出城打猎 从来没有伤人之事发生 可不知为何 今日猎鹰竟抓伤了这位先生 本公子总觉得其中必有缘故 却也一时之间不得其解 当公子化弊 想巴结他的人 那多的是 只是苦于都不知道事情真相 不敢乱说罢了 就在众人名思苦想之际 只见一个火气打扮的男人 走上前来 对公子施了一理 十分尊敬的说道 公子爷果然目光如炬 其实这李金虎 还真的做了一件亏心事 话说这伙计是谁呢 正是张大柱的同乡陈大叔 在得知张大柱的遭遇之后 他很是气愤 苦于没有证据 告不倒李金虎 这越狱也不免郁郁寡欢 近日眼见着知府公子问话 他本就有心讨好 再加上为朋友申冤 于是就抓住机会 添油加醋的 把李金虎故意刁难张大柱的事情 当街说了出来 众人听后 不由得面面相去 随后便七嘴八舌的议论开来 都说着李金虎 当真是活该 公子听后 觉得自己猎鹰 替名申冤 抓的是坏人 更显得具有灵性 新中原更是欢喜 当即叫人赏了陈大叔一些散钱 并勒令李金虎 必须给张大柱的工钱结清 随后还开口说道 那张木匠受了这一番刁难 一时之间 想来也难以找到活干 大家若是有需要找木匠帮工的 多多照顾他一下 咱们城里人可不是人人多如李金虎这般 一欢话刚落音 围观众人都高声叫好 纷纷说自己是护道人家 从来不会无缘无故的刁难别人 而李金虎经过了这一番遭遇 名声那是坏兔了 后来米铺的掌柜得知此事 本打算将李金虎辞掉 但碍于他苦苦哀求 给了一个改正的机会 但是工钱却也降了三成 李金虎全家皆后悔不已 若是当初不一心想着占便宜 事情做得太过活 又怎么会遭逢着一连串的倒霉之事 所有的损失加起来 早已远远的超过了一两银子的工钱 可真是害人不成反害己 偷鸡不成十把米 在反观张大柱呢 因为意外得到了公子的点名 第二日便突然接到许多的木匠活 这也算是意外之喜了 想来他儿子将来的学费 终归有了着落 整个故事的内容 到此也随之全部落幕 回看整个故事 不管这鲁班树是真是假 但李金虎的倒霉遭遇 是早晚的事情 做人还是不能太小气 更不能坑害别人 好 就聊到这里 觉得故事不错的朋友 还烦请长按点赞 支持一下 万分感谢 下期更精彩 拜拜了各位 下期更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